林少二皇子 你们国家还真是奇怪 和亲的一般来说都是公主 怎么你们国家偏偏要选郡主 皇上 我们林少可是很仁义的 我们知道皇上你就只有两个女儿 肯定不舍得自己的女儿 嫁到遥远的林少国和亲 而那个郡主 还不是皇上你的亲侄女 他去和亲 皇上就不用和自己的女儿分开了 不是吗 那这是不是还得感谢你们林少国呀 真的小侄女 虽然不是摄政王的亲生女儿 但也比亲生女儿还请 你们想让朕的小侄女去和亲 那朕想知道林少国拿出多大的诚意 我林少国最大的诚意 便是承诺百年之内 不会向南燕国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 我南燕国会怕吗 朕的小侄女 只要拿出威力无比的炸弹 你林少国能招假的猪 简直笑死个人 你们就拿出这点诚意 就要朕的小神医侄女 和亲到林少国去 谁给你们的胆子 提出这样荒谬的条件 怎么我们林少国这样的诚意还不够 不够 太不够了 别说百年不向南燕国发动战争 就是千年也不够 实话告诉你们 就是把林少国双手奉杀 换不到真的小侄女 南燕皇帝 做人不能太贪心 太贪心可是会惹祸上身 一个女人而已 为了他让两国交战 可不止当 或许在你眼里 真的小侄女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但在南燕国真的小侄女无价之宝 拿你们整个林少国来换 不愿意换 你真要为了一个女 挑起两国战争 辣鹿 辣颉